然後浮在寇龍 你可以 大哥 妳來... 翻一下 就是肥的跟肉 肥的跟瘦的 太豬肉了 對 怎麼這麼好剝 其實最重要是它那個滷的味道 非常的入味 然後我說一下 你看 老婆要看那個肉片 會懂 你看它的肥跟瘦 沒有跟老人家 你看... 要吃這一塊誰都當不住肝 好嫩喔 好嫩喔 誰都當不住肝 對 客人在哪的時候 它肥跟瘦的比例非常的均勻 對 所以吃起來完全 最重要是那個肥 我解釋一下 因為肥肉我真的不太敢吃 它的肥肉不是... 是Q喔 不是軟爛 妳可以吃一下 真的嗎 這樣妳不吃肥的對不對 我不會啊 我不會啊 我們有什麼不吃的啊 好了 現在拿到了重點了 這個是客家的這個梅根菜 對... 然後因為它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 你知道這多難做嗎 非常難做 對啊 自己怎麼可能會 可是我跟你說真的 真的 當一個賢慧的好的家庭主婦 現在真的太容易了 他剛才說我們懶 其實不是懶 時間太進步了 天啊 太大口了 太大口了 這個福菜是特別 他們自己手工過的 福菜我看福菜怎麼樣 是不是非常的入味 而且它的那個酸味 可以平衡這個肉的味道 我的天啊 我是百分之百客家人 妳佩服了我 妳用哈巴泡 妳用哈巴泡 走我們的太厚色的 太厚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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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一下 市面上有非常假 非常多假的福菜 福菜 人就是梅干扣肉 梅干菜 所以這個是正正的 真的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就為了 就是肉當然是主角 但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梅干的那個扣肉菜 就沒什麼重點 可是其實他花了很多時間 就挑這個福菜 好重要的 而且是手工 梅干菜絕對是重點 對 它梅干菜的品質 對 決定你的肉的入味的成績 對 多吃幾碗飯是靠梅干菜 不是靠肉 我跟你講老實說 真正傳統客家菜太鹹 煙以前很窮 所以弄得很鹹煙很久 可是我覺得 它這已經改良到 現代人接受的 它一點都不死鹹 就是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那個味道均衡 它做得比較細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對 因為一般 因為它那個醬油特別挑過 客家菜的那個餐廳 它那個沒有剁得這麼細 對 真的 對 它會比較一片一片的 對 因為老師剛才說到它的味道 我就講一下 就是它其實那個醬油 它們是特挑過的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它不會死鹹 對 其實你知道後端的那調味料 都是廠商省成本的方式之一 如果他願意花很多的精神 去處理這一段 你就會覺得東西特別好吃